全球对抗中共肺炎病毒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解药或疫苗 而台湾市跨领域自主动员来积极研发药物检测试剂还有疫苗 成立了技术和分析的资源平台 支持各个机构来进行研究 这平台开放一个月来已经接到了20件申请案 这个平台给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研发的机会 那我们经过很快速的审查 那目前会有两个案子 我们在本周就会提供这些相关的检体 来进行后续的这些研发 那第二个这个平台的第二个部分 是指我们整合了全国可以操作这些活体病毒的 P3实验室包括 国务院包括中研院包括台大包括长庚 包括成大这几个机构 因为我们有过去CDC核准的在P3实验室 可以操作这样病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援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 国家卫生研究院副院长司徒惠康表示 这平台包括了整合全台办 可以操作活体病毒的P3等级实验室 以及生物检体资料户平台 而在生物检体资料户方面 2月7号起就召集全台湾医疗院所感染科的专家和主任 讨论制定SOP 考量到生物安全的疑虑 生物检体的采集以血液检体为主 目前已经搜集了74个血液检体 包含了4个业界 3个学术单位 共7个机构提出了申请 而在快速审查之后 目前有两个案子 本周就会提供检体来进行后续的研发